想吃水煮肉片别再出去买了 教你自己在家做 做法简单 味道一点也不输饭店 首先把梅花肉切片 切好的肉片加盐 胡椒粉 少许生抽 泡好的葱姜水 下手抓拌均匀 让肉片充分吸收料汁 抓匀后加入一个蛋清一勺红薯淀粉 再次抓拌均匀 让肉片都裹上淀粉 再封上一层食用油 油热下葱姜蒜干辣椒爆香 加入一包根据比例调配好的水煮肉片调味料 这个调料用来做水煮与水煮牛肉都好吃 炒香后倒入开水 调味加盐味精 少许生抽 放点自己爱吃的青菜 青菜煮熟后捞出放在碗底 转小火下入腌制好的肉片 这才是肉片不脱粉不浓汤的关键 开大火煮一分钟关火 一起倒入碗里 加入蒜末 花椒 干辣椒 白芝麻 葱花 淋入热油激发出香味 这样做的水煮肉片 肉片滑嫩入味 赶紧给家人安排起来吧